我人生的下半场的第一个工作居然是跟杨丽结婚 脱口秀照进现实 当初颜鹤翔在脱口秀中的大胆开麦被节目组消音 没想到当初互对的两人却晒出了结婚照 不得不说两人真有夫妻香 在万春斗校舍中 颜鹤翔和杨丽在剧中饰演一对夫妻 杨丽作为相声粉丝 就想在相声园子办一场相声婚礼 在相声演员的祝福下走进婚姻的殿堂 再次看到二人同框 不禁让人想到两人在脱口秀中 一个不怕死的使劲吐槽德云社 一个则是大胆开麦被节目组消音 相爱相杀的两人将剧组的杀青采访变成了离婚现场 看到剧中颜鹤翔老师结婚 不少网友也想问颜鹤翔老师什么时候真的结婚 毕竟作为德云社的太子妃 颜鹤翔如今也老大不小了 也是时候组建自己的家庭了 就像颜鹤翔曾经自己爆料的那样 老是寡妇失业 颜鹤翔的母亲差点认为颜鹤翔找了一个寡妇 不是华姨同事还是我们俩亲戚 看我们那层首歌大会 就等我妈那样 要我看这个特效应该是哪 毕竟可好啊 现在是好多人可恶啊 现在还说自本的一碗不是 我妈听说该是一碗 我妈又跑个吃饭了 那我到家里跟我说 对于颜鹤翔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身为德云社太子妃 颜鹤翔自然比普通的捧跟 更让人关注 特别是舞台上 颜鹤翔调侃郭德纲 郭麒麟父子的一幕幕 更是让大家直呼过瘾 我得把一个小秘密 透露给亲爱的观众 就是大林为什么 一年不爱回来演出的问题 你想好了再说 有那么一句话 长江水后浪催前浪 城市上一辈新人换旧人 这是老话 该让位啊 对于这样的风格 颜鹤翔在做客某档节目的时候说过 这一切都是为了郭麒麟 才有了这样的人设 郭麒麟说相声的时候还小 相声作品没有适合他那个年龄段 更没有从他那个年龄段的视野创作的 为了让郭麒麟在舞台上是那么一回事 自己就要找一个风格 就是被师傅欺骗 给少班主捧跟 平时不敢说什么 借着演出的机会 在台上发发牢骚 虽然颜鹤翔总是寡妇失业 但是但综艺邀约 影视剧邀约不断 这让颜鹤翔也赚得盆满钵满 保证了自己的旅行 保证了自己的生活质量 这样的悠闲自在的生活 相信也是颜鹤翔想想要的生活